2015年的10月30号是中国娱乐圈的传奇人物 刘晓庆60周岁的日子 岁月呢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痕迹 但她的倾引是实实在在的留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 不过呢60岁对于刘晓庆本人来说 似乎只是一个数字 这不最近啊她在某真人秀节目当中调侃自己 刘晓庆她都70多岁了 结果她就把全身房下都整起了 眼前这位狂黑刘晓庆的大妈不是别人 正是刘晓庆自己 而让她不惜乔装打扮开启最黑模式的 就是为了听一句真话 每一个人的思想根本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对我的评价也是不一样的 对于褒奖自然欣喜 对于误解刘晓庆也大度接受 很难想象一位六旬的资深艺人会同意这种尝试 可谁让她是刘晓庆呢 我觉得就是要过此 就比如我今天想做什么事情 我就去做 明天也许我这件事情我就不想做了 我觉得这个就叫没有浪费生命 正是这种敢想敢做的精神 让生命在刘晓庆的身上仿佛得到了延长 一晃四十年的演艺生涯如今回响 仍历历在目 再喝一杯 脸庞青涩却不乏果敢 这就是刘晓庆的第一个荧幕形象 也正是1975年 在电影《南海长城》中的这首次触电 让刘晓庆深深地爱上了电影事业 无奈的是由于当时 仍隶属成都军区话剧团 她不得不在电影拍完后回去演话剧 于是为了能实现自己的电影理想 刘晓庆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结婚 实在是非常非常无奈 才会选择这种做法 刘晓庆很快和拍片时认识的 一位解放军总政歌剧团的小提情手结了婚 婚后她如愿将关系转到了北京 然而她也很快发现 丈夫并不理解自己的理想 结婚不到四天 刘晓庆就跑去拍电影了 再见到丈夫时已是一年以后 两人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因为不同行 就是没有办法 和丈夫心灵渐行渐远的刘晓庆 终于在某天应遭到暴力相向 愤然离家提出了离婚 在那个年代 刘晓庆的决定无疑是前卫 且不被理解的 即便遭遇了无数分议 但她至今没有后悔过 我觉得是一个具有今天的思想观念的人 在一个错误的时代 我觉得这样是对的 没有了束缚 刘晓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电影表演中 1979年 小花横空出世 让刘晓庆这个名字 一夜响彻大江南北 完全不可能上街的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会造成交通堵塞 而且有生命危险 有生命危险 有好几次都觉得活不成了 都是水被观众踩在底下 当时万人追捧的情形 让刘晓庆至今都有些心有余悸 而也正是在一次类似的危机中 她被英雄救了美 这位英雄正是当时和她搭戏的陈国军 还不过硬 万一在路上上院出现什么情况 尽请帮忙 原本就在戏里实验情侣 才加之意外插曲 于是乎两颗年轻的心 很快走到了一起 陈国军更是不惜耗费 四年时间办理离婚 才终于在1986年与刘晓庆成婚 然而也正是那一年 刘晓庆的另一部重要作品 《芙蓉镇》开拍了 在这部戏中 刘晓庆认识了她生命中 另一个重要的男人 姜文 但是这个学进导演就介绍 她说是五分当中的五分 就是中央戏剧学院最优秀的学生 三 二 三 四 二 三 五 二 三 芙蓉镇里这段长达四分钟的感情戏 无论角色还是演技 在当年可谓惊世骇俗 而这部戏 也不仅是刘晓庆摘得第七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更让戏中的两位主角 情不自禁互生爱慕 我觉得很难不谋养 因为他们一定就特别好嘛 这两个角色 我是很拒绝的 对这件事情 对我的老公带来麻烦 虽然心有不愿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丈夫陈国军甚至还是收到了揭发姜文 刘晓庆秘密恋爱的匿名信 为此他曾经大闹剧组 曾经破口大骂 甚至还在1989年离婚之后 写了一本名为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的书 20多年后 刘晓庆和陈国军终于坐到了一起 免去国王恩仇 现在我们俩坐在一起 就说明不同的时期 对这个爱情有不同的理解 刘晓庆说不是不爱 只是不同 陈国军则直接称还爱着呢 她毕竟是我 深爱的一个女人 所以她 不是深爱的一个女人 一个要接一下 我就 深爱的女人 问题很大 爱之深恨之切 刘晓庆和陈国军当年没能和平分手 但她和姜文的恋情也在1994年走到了头 因为当时 已经跻身国内一线女心的刘晓庆 已经有了别的兴趣 以后不论上玉还是情记 母后皇太后的玉赏印盖在上头 我的同道堂印盖在底下 因为我过去演的慈禧都是小慈禧嘛 演这些跟我做企业还是有关系 那时间按照做企业做的 还是还可以 然后就经常要在男人队里面去 跟你们去谈判 尽管当初下海经商的决策与系里强势 无所不能的女皇角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随着戏外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和驾驭 刘晓庆与成就了她的荧幕 渐行渐远 就不想演了 就觉得 太前台好辛苦啊 所以他们当初那个拍武则天的电视剧 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把我请出山来演 要知道当时投资房地产拍摄电视剧 拍卖书稿 十年下来刘晓庆已经是人们口中的亿万富姐 但好在最终富姐还是被剧本吸引 给老百姓们留下了最经典的武则天 自身宽额富弹 后唇浓眉的先天条件 再加之精准无比的表情动作刻画 刘晓庆的表现只能用完美来形容 电视剧获得轰动评价 自己的生意也蒸蒸日上 回想起那段时候的自己 刘晓庆自己都有些后怕 确实是太轻狂了 有抓我之前我就看到这个报纸 大字标题写的是一座大厦的坍塌 然后就说怎么怎么 先把我表扬了一顿 然后你看这个怎么犯法呀什么 然后现在就得一灭亡了 就这个意思 你恐惧吗 当然了刚开始特别 没有人不会恐惧的 肯定会很恐惧 大哭 2002年7月24号 刘晓庆因涉嫌偷税漏税 且金额高达上千万元 被警方拘捕 导致在看守所度过了422天 曾经个性张扬的刘晓庆 一夜之间没了消息 当时呢 我的想的就觉得好像是 这一生再也不可能演戏了 经常是逢军队用的被子啊 或者做逢挂历什么之类的 最后公司税案尘埃落定 刘晓庆最终重获自由 但因管理不当而导致公司 偷税漏税这一结果 她负有行政责任 这也意味着她需要补缴大笔的税款和质纳金 对当时我完全 我的经济完全是富庶 所以我就去拍戏挣钱 然后就到了恒店 在恒店的时候 我就是只要给我钱 就什么老妈子啊 什么就是都去演 去演这个什么 哪怕几句词的角色 然后就在整整在恒店一年多 就没有回过北京 当时就叫被誉为恒店第一票 兢兢业业踏实表演 刘晓庆迅速还清了自己的外债 并重返自己热爱的演艺舞台 电视剧 电影 舞台剧 刘晓庆无处不在 喜欢表演 可以不做事 如果要做事 我要对得起我的名字 虽然作品依旧可圈可点 不过最近几年再上头条 大家关注的不是刘晓庆的演技 而是她的归宿和样貌 不论是58岁在座新娘 还是众人质疑的整容说 刘晓庆总是轻轻瞧瞧 用心态来带过 这不即便是如今要过60大盛 心态年轻的她 还在自称刘二二的在美国玩呢 至于生日礼物将会是 话剧版的武则天 史迪你没听错 没有退休 没有疲惫 小庆姐说60岁 还年轻着呢 我其实不怎么感觉岁月 我觉得现在跟过去 没有什么不同 也许有一天我会突然觉得 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不是还早吗 那个时候再说吧 新闻再现 综合报道 其实我觉得可以说 小庆姐是我们中国影坛上的 一棵长青树 不光对工作是津津业意 而且在生活当中 我觉得也是非常真诚的一个女人 现在又获得了自己 甜蜜幸福的一半 真的是送上祝福 在这里要祝你生日快乐